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聽眾姐妹早安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神討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神討 今天我們看耶利米蘇第十六章 今天我們看耶利米蘇第十六章 剛才我們等候神的時候 就講神的同在 剛才我們等候神的時候 就講到神的同在 但耶利米蘇在審判當中 但耶利米蘇在審判當中 神的同在就離開了以色列人 神的同在就離開了以色列人 離開了猶大 我們每次看耶利米蘇都會覺得 是一個很沉重的事 每次看耶利米蘇都會覺得 是一個很沉重的事 審判好像是很絕望一樣 審判好像很絕望一樣 但今天第十六章裡面講到 但今天第十六章裡面講到 這個審判是帶來 人跟神跟心的關係 這個審判是帶來 人跟神跟心的關係 並且這個審判 打出來的救恩和愛 是新一輪的愛和救恩來的 所以這個審判帶來的是 新一輪的愛還有更新 不是舊的救恩、舊的愛 而不是舊的救恩 不是舊的愛 所以我今天很想給他一個題目 所以我今天給他一個題目 就是 審判中神仁是首約詩詞愛 審判中神仁是首約詩詞愛 神仁是首約詞詞愛的神 神仁是首約詞詞愛的神 因為當我們這幾天讀審判的判詞 那這幾天我們讀審判的判詞 你會覺得神好像很沒有愛心一樣 你會覺得神好像很沒有愛心一樣 好像要至尤大 至於死地一樣 好像要至尤大於死地一樣 他不是在西乃山那裡 聘取以色列人的神嗎 他不是那個在西乃山聘取以色列的神嗎 這個不是婚約來的嗎 這個不是婚約嗎 就是當另一半出軌的時候 就是當另一半出軌的時候 神就好像一個充滿愛的妻子或丈夫 神就好像一個充滿愛的妻子或丈夫 他是丈夫 就是等待他出軌的另一半回來 在等待他出軌的另一半能夠回來 神是不會毀壞這個婚約的 神不會毀壞這個婚約 以色列人多次拜偶像都不會毀壞 以色列人多次拜偶像都不會毀壞 但當我們讀審判的時候 但當我們讀到審判的時候 好像神沒有守約 好像神沒有守約 就是要將猶大滅絕 就要將猶大滅絕 就要將猶大滅絕 好像神沒有詩詞外一樣 好像神沒有詩詞一般 但在今天這張我們都很清楚看到 但在這一章我們很清楚地看見 審判是階段性 審判是階段性的 但救恩卻是每一天都有的 但救恩卻是每一天都有 審判到了一個日子就夠終了 審判到了一個日子就已經到齊了 救恩每一天都可以存在 但救恩卻是每一天都可以存在 所以這個時間性是來自第十四節的 所以這個時間性是來自第十四節 他說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他說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之後就開始講救恩的內容 之後就開始講救恩的內容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耶利米所講的審判 今天我們看見耶利米所講的審判 其實不是永遠的 其實不是永遠 並且因為這個審判 並且因著這個審判 人跟神的關係可以更新 所以今天我們無論是神學生 或者我們的弟兄姊妹 所以不論是我們中間的神學生 或是弟兄姊妹 你可能正在經歷一些審判 或一些後果裡面 你可能正在經歷一些審判 就是有一些後果在當中 但我鼓勵你 但我鼓勵你 神的慈禍沒有離開過你 神的慈愛沒有離開過你 或者這一刻你覺得神離你很遠 或者這一刻你覺得神離你很遠 好像不存在一樣的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艱難或者審判裡面 但你要知道你在艱難或者審判中 不是永遠都在這個狀態的 不是永遠都是在這樣的狀態 到日子將到 那日子將到 你會更深更深經歷到神的慈愛 你會更深更深經歷到神的慈愛 今天在第十六章裡 今天在第十六章裡 神用耶利米做一些很誇張的行為 神用耶利米做一些很誇張的行為 這些其實是先知性行動 這些其實是先知性的行動 充滿著戲劇性的 充滿戲劇性的 如果你其實做先知都很慘 其實做先知也很慘 今次耶利米要單身 這一次耶利米要單身 不可以娶老婆 不可以生兒子 不可以娶老婆 也不可以生兒女 他帶出一個信息 他來帶出一個信息 我們一起看第二、第三節 我們一起看第二、第三節 耶和華的話 又去到耶利米 你在這地不可娶妻生兒養女 因為輪到這地方所生的兒女 又輪到這國中生養他們的父母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必死得甚苦 我首先把第一節到第三節成為第一個小段 第一段是一到十三節 那個小標是神離棄 是因人離棄神 它的標題是神離棄 是因人離棄神 耶和華總共有三個審判在這裡 耶和華有三個審判在這裡 第一個審判就是第三、第四節 第一個審判是第三、第四節 剛才讀的就是叫耶利米不要結婚 就是剛才所讀的叫耶利米不要結婚 因此都不能夠生兒育女 因此他不能夠生兒育女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結婚的時候 因為當他一結婚 懷孕有了小朋友 懷孕有了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必定要死 那個小朋友必定要死 甚至生他的父母也必定要死 甚至生他的父母也要死 所以兩代一起滅亡 兩代一起滅亡 並且他們好像地上的糞土一樣 而且他們好像地上的糞土 還有他們會死無全屍 然後他們會死無全屍 他們的屍首必給空中的飛鳥 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 他們的屍首必給空中的飛鳥 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 猶太人很重視埋葬這件事 猶太人很重視埋葬這件事 整個舊約都是用埋葬 你看看神喜不喜悦那個人 整個舊約看神喜不喜悦這個人 就看他怎樣埋葬了 就是看他如何埋葬 譬如你想想有什麼人 是死無全屍沒得埋葬的 你想想有什麼人 他是死無全屍沒得埋葬的呢 很多時候都是跟耶和華作對頭的人 通常都是跟耶和華作對頭人的 好像耶洗別一樣 好像耶洗別 他就是死了之後 被狗撕爛他的身體吃了他 他死了之後被狗撕爛他的身體 但是安葬得好的人 但如果安葬好的人 好像約瑟、摩西一樣 好像約瑟、摩西 那些作者特意用埋葬這個位置 去顯示神是否喜悦他們 神是否跟他們同在 所以作者特別用埋葬這件事 來顯示神是不是喜悦他們 所以你死後不得埋葬 是代表神離棄了你 所以如果你死後不得埋葬的話 就代表神離棄了你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詛咒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詛咒 耶利米要在街上讓人知道 那耶利米在街上讓人知道 我現在不結婚 我現在不結婚了 三十多歲一個男人都要單身 三十多歲一個男人都要單身 可能在三十多、四十多歲 在以前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狀態 可能在以前三十四、四十幾歲 還沒有結婚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狀態 那個年代沒有人不會結婚 不會生兒子 在那個年代不會有人不結婚 不生兒女 人必定會問他為什麼你要這樣 人必定會問他為什麼你要這樣 他就會說因為神離棄了以色列 因為他就會說神遺棄了以色列 以色列在詛咒裡面 以色列在咒詛裡面 為什麼神離棄了以色列呢 為什麼神離棄了以色列呢 因為神收回他創造的祝福 因為神收回他創造的祝福 這是衝著生養眾多以來的 這是衝著生養眾多而來 當夏娃進入婚姻裡 之後神祝福他們生養眾多 當夏娃進入婚姻裡面 神祝福他們生養眾多 取妻是神設立第一個關係 但是神卻收回這個祝福 但神卻收回這個祝福 結婚生制度一定死的了 結婚生子就必定死 因為猶大並不珍惜這個祝福 所以神就去收回 所以神就收回 我們看第二和第三個的判詞 我們看第二和第三個判詞 就是在第五至七節 就是第五到第七節 五至八節 就是叫耶利米不要去哭喪 叫耶利米不要去哭喪 也不要去厭樂 也不要去厭樂 第五節那裡說 耶和華如此說 不要盡喪家 不要去哭喪 也不要為他們悲傷 因我已將我的平安慈愛聯憫 從這百姓奪去了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如此說 不要進入喪家 不要去哭喪 也不要為他們悲傷 因我已將我的平安慈愛 連命從這百姓奪去了 這是耶和華說的 第八節也說 不可進入喬樂的家 與他們同坐吃喝 第八節也說 你不可進入燕樂之家 與他們同坐吃喝 這個其實是讓耶利米 不能與人聯結 這是讓耶利米不能與人聯結 首先就是耶利米 與人的關係斷絕 第一個就是耶利米與人的關係斷絕 如果你是耶利米 有一天我家有一個喪禮 有一天如果我的家有一個喪禮 可能我的親人離開了 可能我的親人離開了 我邀請你 我們都是一間教會的弟兄姊妹 那我邀請你說 我們是同一間教會的弟兄姊妹 你可不可以來我家人的喪禮來支持我 你可不可以來我們家人的喪禮來支持我呢 你出席好安慰到我 你出席的話就很能夠安慰我 然後你就會說 我華如此說 如果你就說耶和華如此說 我不可以來你喪禮 我不能夠來到你的喪禮 我不能夠來到你的喪禮 因為是這樣 那當然我會覺得很被冒犯 那當然我會覺得很被冒犯 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你才會來安慰我 你才會來安慰我 那這些是絕交的 這樣就會絕交了 那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你猜我會不會再跟你做朋友 那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還會跟你做朋友呢 那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或者焉樂也是如此 其實關係要斷絕 只是關係是斷絕的 那再深一層是甚麼意思呢 再深一層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想給我安慰 就是你不想給我安慰 你不去憐憫我 你不憐憫我 神就用耶利米這麼誇張的行動 神就用耶利米這麼誇張的行動 就是告訴整個猶大知道 就告訴整個猶大知道 我現在不憐憫你了 我現在不憐憫你了 你有需要的時候我不會在這裡 你有需要的時候我不會在這裡 其實我們不是朋友來的 其實我們並不是朋友 甚至我們的約已經好像不存在 我們的約好像已經不存在 我對你有需要 我不會施慈愛 我對你有需要 我不會施慈愛 首先在第五節說 我將我的平安慈愛的憐憫 從這百姓奪去了 好像第五節那裡說 我將我的平安慈愛的憐憫 從這百姓奪去了 奪去了是收回的意思 奪去了是收回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到第二和第三個審判 所以這邊第二和第三個審判 神和猶大方法好像沒有關係一樣 神好像跟猶大沒有關係 聽到這裡大家會覺得很痛苦 聽到這裡大家好像聽起來會覺得很痛苦 你也不想你的生命有一天 神跟你說我和你沒有關係 你不想你的生命有一天 神跟你說我和你沒有關係 所以話語一轉到第十節 話語一轉來到第十節 就是人一定會問為什麼 人一定會問為什麼 第十節那裡有三個 中文的譯本有三個什麼 那第十節中文的譯本裡面有三個什麼 他們問你說 為什麼說要降者大災禍攻擊我們呢? 我們有什麼罪業呢? 我們向耶和華說 我們的神犯了什麼罪呢? 當時猶大的人都是在蒙蔽裡面的 那時候猶大人他們都在蒙蔽裡 為什麼你這樣說 我們犯什麼罪令到你這樣做呢? 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要你這樣做呢? 第十一、十二節 耶和華說 因為你們列祖離棄我 隨從別臣侍奉敬拜 不遵守我的律法 耶和華說 因為你們列祖離棄我 隨從別臣侍奉敬拜 不遵守我的律法 十二、十三節 而且你們行的惡 比你們列祖更深 第十三節 而且你們所行的比你們列祖更甚 所以第三節說 所以我必將你們從這地趕出 所以十三節說 所以我必將你們從這地趕出 直趕到你們和你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地 只趕到你們和你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地 因為我必不向你們施恩 因為我必不向你們施恩 原來這個神不是 這個神沒有離棄人 那個神並沒有離棄人 是人自己離棄神 是人自己離棄了神 無論是這一代的猶太人 無論是這一代的猶太人 或者是他們的列祖 或者是他們的列祖 他們離棄我隨從別臣侍奉敬拜 就是他們在以色列或猶太地到處安立偶像 就是他們在猶太地或以色列到處安立偶像 甚至去到最壞的就是馬那西王的時候 甚至去到最壞的就是馬那西王的時候 在昨天的章節馬那西所做的事 就是直接讓神決定要讓猶太國亡國 因為最終極的審判 因為最終極的審判 是逆轉了摩西和約書亞進入加蘭地立國的應許 是逆轉了約書亞他們進加蘭地立國的約定 因為去到馬那西已經不能再壞了 因為到馬那西的時候已經不能再壞了 整個猶太國都充滿著偶像 整個猶太國都充滿了偶像 聖殿和約櫃敬拜神的地方 只是其中一個敬拜神的地方 聖殿這個約櫃敬拜神的地方 只是其中一個敬拜神的地方 所以根本是南國的人趕走耶和華 所以根本是南國的人趕走了耶和華 他都沒有定棋 他也沒有地方可以繼續站立 人的心都不是紀念神 人的心並沒有紀念神 我需要生孩子就求這個偶像 我需要生兒子的時候就求這位偶像 我需要錢就求這個偶像 我需要錢就求另外一個偶像 現在巴比倫打到來了 我們就去找埃及幫忙 現在巴比倫打來了 我就要找埃及來幫忙 整個猶太國沒有一個人是思想神的能力 思想神的守曰師慈愛的神 整個猶太國沒有人思想神是守曰師慈愛的王 神望著祂的子民 神望著祂的子民 一代又一代不理會神 一代又一代不理會神 神可以做什麼 神可以做什麼 神就好像鎖 不是鎖 神就站在那邊 神就躺在那邊 等著等著等著 但猶太國已經走到看不見了 但猶太國已經走到看不見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神離開人 所以要知道神離開人 並不是神很狠心 不守曰師慈愛 並不是神狠心不守曰 不失慈愛 而是因為我們首先離棄了神 而是因為我們首先離棄了神 並且因此第十三節 我們被趕出應許之地 所以第十三節講到 因此我們被趕出這地 我們與神的應許無份 我們與神的應許無份 講到這裏 我就想到香港 講到這裏我就想到香港 我就想到歐洲 我想起歐洲 我想起歐洲 特別因為我們四十天的禁食 特別因著我們四十天的禁食 其中一個焦點 我們很想為歐洲去禱告 其中一個焦點就是 我們很想為歐洲禱告 大家都知道這一刻 牧師師母在歐洲 在瑞士裏面為歐洲禱告 大家知道 牧師師母在瑞士那邊 為整個歐洲禱告 我讀一節十三節 我很有感覺 因為歐洲從前 是一個歡迎神的地方 因為歐洲從前 是很歡迎神的地方 今天我們信的新教 今天我們信的新教 神是用德國 去出新教的信仰 神是用德國 來出新教的信仰 馬丁路德是改革 即是宗教改革 成為基督教 馬丁路德把他改革 成為基督教 我們今天 甚至聖靈運動 根源都是來自荷蘭 聖靈運動 其實根源是來自荷蘭 中國第一個來的宣教師 是英國人 甚至以前 天主教來中國傳教 都是德國 西班牙 意大利國家 天主教來到中國傳教 也是西班牙 德國這些國家 香港那麼多教會學校 都是歐洲的緣故 香港很多的教會學校 都是從歐洲那邊來 但我們知道 今天歐洲屬靈的面貌 是一片荒涼 但現在歐洲屬靈的面貌 是一片荒涼 他們高舉人的心 高舉得很厲害 他們高舉人的心 高舉得很厲害 即是humanity 人 就是很專注在人 人的理性 人的權益 就是人的理性 人的權益 他們去挑戰傳統 到一個地步 可以將神當一個傳統去批判 他們挑戰神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們把神當成傳統來批判 聖經的真理 是傳統 我們都要去deconstruct 都要去拆解 聖經的真理是傳統 我們都需要來拆解 以至令到歐洲的思想 好像沒有框架 以至於歐洲的思想 好像沒有框架一般 真理不是絕對是相對的 真理並不是絕對是相對的 因此對我來說 神就越來越沒有定期 所以對我來說 神就越來越沒有位置 因為我是讀歐洲歷史的人 因為我是讀歐洲歷史的 所以我看到今天歐洲這樣的樣子 我自己心裏都是很心痛 所以我看見歐洲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自己心裏都很心痛 但不只是歐洲 但不是只有歐洲 我們今天香港都可能在我們的光景裏 我們今天的香港也可能在這樣的光景裏 我們很著重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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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著重經濟發展 很著重我們之前所在意的政治裏 我們的心不是追求神藥 我們的心並沒有追求神 所以不是神自己離開了這個城市 所以不是神自己離開了這個城市 是神找不到追求神的子民 因此神的同在就離開 因此神的同在就離開 甚至你今天的個人生命光景裏 甚至在今天你個人生命的光景裏 你都要問問自己 我有沒有自己先離棄神呢 你要先問問自己有沒有自己先離開了神 你看不到神的平安、持愛、憐憫 你看不見神的平安、持愛、憐憫 過去都在你的生命當中 但是你對神充滿著怨恨 但你對神充滿了怨恨 你幫祂不幫我 你幫祂卻不幫我 我騎了這麼久 你都不去幫助我 我禱告了這麼久 你也不幫助我 我已經欺慮服侍你 你都這樣去對我 我已經起來服侍你 但你仍然這樣對我 如果你看不到神的平安、憐憫、持愛 在你生命裏面 如果你看不見神的平安、慈愛、憐憫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跟神的關係很快就會死亡 你跟神的關係很快就會死亡 所以我們今天都要去看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今天也要來看我們自己的生命 看香港、看世界 看香港、看世界 神沒有離開過歐洲、香港或者你的生命 神沒有離開過香港、歐洲或者你的生命 是人去reject神 是人來拒絕神 我們要問一下我們有沒有reject過神 我們先來問一下自己有沒有拒絕過神 但神真的是一個守藥師持愛的神 但神是一個守藥師慈愛的神 祂的愛是長闊高深到一個地步我們不明白 祂的愛是長闊高深到一個地步我們不明白 神這些審判是階段性 這些審判是階段性的 我們第二個小段就是14至21節 第二個小段就是14到21節 我給了小標去神營守藥師持愛 我的標題是神人守曰師慈愛 十四節說 耶和華說 日子將道 人必不指著那 令以色列人從埃及地上來之神 知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十五節 卻要指著那令以色列人從北方之地 並趕他們到各國上來之神的耶和華 其事 並且我要令他們載入我從前賜給他們的列祖之地 這裡是有一點小捨的 是的 但這就是神的救恩要再一次顯明 但這就是神的救恩要再一次顯明 也華說日子將到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在前面是有個看這個字 在前面其實有個看這個字 就是behold 就是behold 看日子將到 看日子將到 神仍然活著的時候 耶和華說 就是人不會再想回第一次出埃及的光景 就是人必不會再想起第一次出埃及的光景 而神要進行第二次出埃及 而神要進行第二次出埃及 就是第十五節說到 就是在第十五節那裡講到 我這個神要領以色列人從北方之地 就是我這位神要領以色列人從北方之地 其實就是指亞術和巴比倫 就是指亞術和巴比倫 一些已經被擄到北方的人民 一些已經被擄到北方的人民 並且講他們到各國上來知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的意思就是 飄落在列國的以色列人 我都要將他們召出來 並趕他們到各國上來知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就是神要從各國將他們召回來 我要令他們再一次入到我從前給他的應許之地 我要令他們再一次進入到我從前應許給他們的列祖之地 所以神要做第二次出埃及 所以神要做第二次出埃及 就是當他們亡國被擄之後 就是當他們亡國被擄之後 神仍然是守曰師此愛 神仍然是守曰師此愛 神記得在西賴山裡面 他怎樣將應許人進入這個應許之地 神記得在西南山的時候 他怎麼樣應許人進入到應許之地 我要再做一次 我要再做一次 當你看耶利米書的時候 你會看到耶利米和摩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會看見耶利米和摩西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但也有很不同的結果 但也有很不同的結果 摩西和耶利米都是站在耶和華和子民中間去代購 耶利米和摩西都是站在神和子民中間去代購 當在曠野的時候 以色列人發脾氣 當在曠野的時候 以色列人發脾氣說沒有水喝 然後又有探子這件事 一定是摩西出來代購 一定是摩西奇來代購 今天耶利米也站在南國和耶和華中間代購 現在耶利米也站在南國和耶和華中間來代購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神叫摩西 你就為那些以色列人代購 但不同的是神就叫摩西你為以色列人代購 但神叫耶利米你不要再為那些人代購 但神卻叫耶利米你不要再為你的百姓代購 而他們的結果都不一樣的 他們的結果都不同 摩西和後來的約書亞就是將人帶入應許之地 摩西和約書亞就把後來的人帶進了應許之地 但耶利米卻看見人離開應許之地 看見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 看見耶路撒冷還有聖殿被毀 整個皇族貴族被捕到巴比倫 整個皇族貴族被捕到巴比倫 他們兩個都是大時代的大先知 他們都是大時代的大先知 但他們看到的東西是完全相反的 但他們所看見的卻是完全相反 但這裡就說到耶和華沒有忘記 他的約 我答應你這個地方是屬於你 我答應你這個地方是屬於你的 就算亡國被弩我仍然愛你 就算亡國被弩我仍然愛你 我答應你的 日子一到 我必招聚你們全部回來這個應許之地 所以我們看到審判帶來的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看見審判所帶來的是什麼呢 新一輪的救恩 新一輪的盼望 新一輪的盼望 以色列人不用再好像吃回 我們只要記住摩西出紅海的救恩 以色列人好像不需要只記得出紅海的救恩 原來以前神怎樣救他們出紅海 神同樣都會讓我們復國 那以前神怎麼樣帶他們出紅海 現在神也會讓他們再次復國 這個就是神守約師慈愛 這個就是神守約師慈愛 並且去到最後第十九到二十一節 並且到最後十九到二十一節 這個是耶利米的禱告 這是耶利米的禱告 他是為列國認識神去禱告 他在一輪的審判 他大聲的宣告 他在一輪的審判後 他大聲的宣告 也會說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 在我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 耶和華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 在苦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 要面對亡國這麼沉重的事情 要面對亡國這麼沉重的事情 你仍然給我力量 你仍然給我力量 在苦難裡面我不致死 在苦難之中我不致死 並且列國的人必從地極道理者來說 我們列祖所承受的 不過是虛假 是虛空無益之物 列國人必從地極來到你這裡說 我們列祖所承受的 不過是虛假 是虛空無益之物 就是列國的人所拜的偶像 就是列國他們所拜的偶像 有一天他們會來到神裡 並且跟神說 原來我祖先拜的偶像是假的 並且跟神說 以前我祖先所拜的他們是假的 有一節那裡 耶和華要使他們知道 二十一節那裡說 耶和華說我要使他們知道 就是這一次使他們知道我的手 和我的能力 他們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華了 神就是計劃讓亡國和秘魯這個歷史事件 神就是計劃讓王國和秘魯這樣的歷史事件 當以色列人去到波斯 去到巴比倫 當以色列人他們去到波斯去到巴比倫 外邦人要見到神在他們生命裡 外邦人要看見神在他們的生命裡 並且一樣他們知道他們拜的神是假的 並且讓他們知道他們所拜的神是假的 這裡可能是說彈以利的時候 彈以利怎樣在巴比倫的宮廷裡行神跡 彈以利怎樣在巴比倫的宮廷裡行神跡 或者去到波斯的年代 當波斯的皇帝將人回歸到耶路撒冷 當波斯的皇帝讓人回歸到耶路撒冷 當時波斯的皇帝也知道這個神是真神 當時波斯的皇帝也知道只有這個神才是真神 所以神的救恩不單止救猶大和以色列國 祂的心是去到列國的 祂的心是去到列國的 祂的拯救計劃不單止是更新耶和華和以色列人的關係 並且可以輻射到列國 各位弟兄姊妹 在四十個禁食裡 我們一定要知道神是很愛我們的神 我們的祖告 我們所發出的祖告 是因為我們看到神過去 如何施恩持愛給我們 是我們知道過去神怎麼樣施恩 將此愛平安給我們 我們的祖告都是要按著神經去發出 我們的祖告也要按著神的應許來發出 以至於我們祖告的終點 以至於我們祖告的終點 是我們屬神的子民和神關係更新 是我們與屬神的關係更新 並且神和列國的關係也要更新 而且神跟列國的關係也要更新 審判是充滿著盼望的 審判是充滿著盼望的 我們帶著一個祖告的心等那日子 神在我們等待必定會做事 神看我們等待祂必定會做事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眼光來看我們的祖告 所以我們要用這樣的眼光來看我們的祖告 我們就起來去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就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 好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一起站起來 用首詩歌去回應我們的神 我的心裡要贈送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深念你已寫過犯罪年 以致你疾病 以致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裡要贈送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依仍愛自卑為你冠冕 為首詩的恩惠 為首詩的恩惠 我的心裡要贈送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深念你已寫過犯罪年 祂深念你已寫過犯罪年 祂深念你預祈送的恩惠 祂深念你放下 祂深念你已寫過犯罪年 祂深念你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他依人爱慈悲为你冠冕 为羞取敌人生缘 天地地有何等你高 他的慈爱也何等你深 东北西有多么的愿 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 也何况有点名利爱 谁有风声无尽的恩典 从等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他是我的身 我的心啊我的心里要 曾宗也何况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身边你一切过犯 你一切过犯罪点 一切你疾病敷衍 他身边你一切过犯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依人爱慈悲为你冠冕 为羞取敌人生缘 天地地有何等你高 他的慈悲为你一切过犯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丰盛无尽利恩典 从更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 祂是我的神 从更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 祂是我的神 主要多谢祢 从更古到永远 祢都是我们的神 主要多谢祢 祢赐给我们的恩典 祢让我们可以在四十日当中 可以禁食祷告 可以寻求祢 我们可以在更多的座当中 向祢去认罪 去除孝 主要多谢祢 主要多谢祢给我们 可以每一个人在四十日当中 不断地去亲近祢 不断地去思想 到底有什么是不对的 我们要回转 要随敲 进入你的帐篷里面 进入你的亲近里面 进入你的同在里面 进入多谢祢 感谢祢 今天你在经文里面 大家请坐 今天在经文里面第二节 神话都 你在这地方不可取妻 生儿养女 第五节 耶和话如此说 不要进入喪家 不要去哀哭 也不要为他们悲伤 因我已将我的平安 慈爱 怜悯 从这百姓奪去了 这是耶和话说的 第八节 你不可进入现乐的家 与他们同坐吃喝 在当中 神告诉我们 很多的不要 很多的不能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蒙蔽 在第十节里面说 我们还要问神 耶和话 为什么说 要降者大灾祸 攻击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罪业呢 我们向耶和话 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 我们就是对罪 一点都不敏感 就好像 我们今天 已经是第十一日的禁食祷告 我们的禁食 是不是就是 我们不吃 就能够去到神的根前呢 是不是我不吃鸡腿 我不吃糖 我戒雪糕 我就能够 归向神呢 还是 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想的是 我禁食 四十日后 我就自由了 四十日后 我就可以同刀覆车了 我今天禁手机 我禁标上网 我禁YouTube 但是四十日后 我又可以来过 这个是什么禁食呢 神说禁食要祷告 有啊 我每日有参加祷告会的 有啊 我每日起床 我有祝福别人的 有啊 我晚上睡觉前 我都会祈祷的 但是神说 我要的是 你早夜思想我的话语 早夜思想我的话语 这四十日禁食里面 我们怎样去做呢 在这一刻 我们再一次 去求神 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禁食里面 我们是要对付自己啊 我们不是每一日去认罪 我今天认 我苦毒埋怨 我明天去认 我批评论断 我是要真的去甘心乐意 改变自己的生命 改变自己的旧有模式啊 我不要再活在以前 这样的苦毒埋怨啊 我不要活在真经质道啊 我要活出神你的爱啊 神是你提醒我们啊 神是你帮助我们啊 在这个禁食里面 是让我们不知道的 都让我们知道 能够有机会去回转归向你 而不是 我只是单单在这里甘食 都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 神在你这一刻 就去光照我们 你这一刻 去光照我们生命的软弱 光照我们生命的罪恶 主有可能你说 我都没有做什么的罪去得罪你 但是神 你的光就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这个黑暗浮现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除敲啊 我们不是常常能够有机会去除敲啊 因为我们每天都很忙碌啊 我们每天手上都有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单单的归向你 但是这次透过金色 我们能够单单的面向你 神是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软弱 认识自己的无能 认识自己的自我中心 认识 variables 在无能的心 认识我们真是一位 真是环境半翼的人 是的 那我们是名称之够的人 不是行为导向 主有你帮助我们 圣灵阿求祢亲自来 帮助我们 祝我们都去到祢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祢提醒我们不可批评论断 但我们还是私下不断的议论 祢提醒我们 不要真经济度比较 但祝我们仍然偏行记录 祢提醒我们 不要看一些不应该看的网站 我们不可沉迷手机 但我们仍然不能自不 主我们心里看重罪孽 我们只是不吃东西 但我们没有去祷告 主我们得罪祢 圣灵阿祢提醒我们 不可做些什么事 主要我们现在要回应 我们要用我们的决心 用我们的祷告 去到祢的面前 我们愿意去对付我们里面 这些问题 如果神提醒你 不可以不遥数 不要再去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 这些网上 虚拟的和人们谈恋爱 不要再这样做了 如果神光照你 我们一起开声的祷告 神啊我愿意 我不再在这些困所里面 我愿意去遥述 我愿意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 去看一些无谓的短片 神你来拯救我们 我们一起开声的向神来祷告 承认我们的罪业过犯 首日诗慈爱的神 必定会在内连述我们 我邀请我们弟兄同弟兄 姊妹同姊妹 我们彼此为对方的生命来祷告 神提醒你 不要再做些什么不合意的事情 我们彼此为对方的生命来祷告 我们直接就用祷告来开始 神啊多谢你 你跟我说 我不要再看这么多的时事了 我不要再 花时间在这些世俗的虚谈里面了 我们用祷告来告诉神听 我们彼此祝福 让我们敏锐圣灵的提醒 祝福 末 fixture去耶稣 那末衣灵的员 祝福 神也可能 我叻噓 underscore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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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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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日,多谢你 主日,多谢你在食手感受里面 你让我们有除去法利错人的敲哮的教导 主日,真的能够进入禁食吐告当中 我们要除去法利错人的敲哮 主日,在信息里面,你跟我们说 要除去不信的敲 要除去没有爱的敲 但是主日,当我们要进入禁食时,我们发觉原来要相信很难 原来要去爱很难 主日,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可爱的人 当我们看到祖元周然伏此,说也不听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爱 但是主日,你说我们要除去没有爱的敲 主日,求你帮助孩子 主日,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更多的去爱 让我们除了法利错人的敲 我们不再要律法主义 我们不再要行为主义 我们要去爱 主,我们要更贴近你 我们要更加似你 更加靠近你 我们要用主力的爱去爱人 我们不要一个没有爱的敲 我们要除敲 主日,跟我们说我们不要这样的时候 我们只要跟随你 不要再去这样 不要再没有爱 我们要更多的去爱 去爱别人 爱你的祖元 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配偶 爱你的儿女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施恩 主,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的爱在我们中间 主,我们不单止要取去我们的罪业 我们要更多思想你的慈爱 我们继续两个人两个人 当日的以色列人 有大人不懂得思想神的慈爱和怜悯 但是我们要来 大家互相都用祷告 好多谢神在我们生命做了些什么 是守约思慈爱的 我们是蒙神怜悯的 我们轮流开声的 为了我们的曾经经历来到 轮流开声来感恩 炙述 继续 frameworks 主,多謝你 你是守藥私慈愛的神 主,多謝你 因為在我和老公的婚姻 經歷了很多困難 但今天我們仍然能夠 一起去服侍你 而且在這二十週年的時候 我老公就進入全職服侍的道路 感謝主 主,多謝你 你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給我們的慈愛 給我們的憐憫 我們要守住這個藥 直到見你的面 第二節目 我們一同站立來 讚美我們的神 每一天 尋求你面 當我不求你的憐憫 就彰下你的榮耀 每一天 尋求你面 尋求你面 神絕火將我連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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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彪這五三 która在天 神絕火將我連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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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絕火將 ich 现象的作火迹 祝求你复兴这地 我的心意是一定会成就的 我们一起开声地祷告 最后真是为了欧洲祷告 最后求你真是看顾欧洲 大家知道欧洲当日是福音复兴的地方 当中有很多宣教士 在新教育当中的喜历 亦有这个灵恩运动中的兴起 但最后看到欧洲的时候 真的很多教会都荒谬 很多教会都成为一些售卖精品的地方 甚至很多人都在一个情欲中 祝求你联敏欧洲 祝愿欧洲复兴的火重新点燃 重新点燃 欧洲复兴的火重新点燃当中 祝求你联敏欧洲 神是你都亲自把福音放在香港的里面 终于现在环境不效力 好像每一件事都好像很危难 甚至很多经济的恐惧 主要但是我知道你是出人以外送 我们出人以外平安的神 你就将一份平安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并且神你大大的福音在香港的里面 并且你的荣耀要彰显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主要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祝愿欧洲复兴的火重新点燃 每一天 寻求你联敏 当我不求你的怜悯 总将下你荣耀 每一天 寻求你联敏 每一天 寻求你联敏 每一天 寻求你联敏 当我呼求祢的怜悯 就抢下祢荣耀 每一天寻求祢远 神节火将我连进 心上当作我寄 祝求祢复兴着祢 主是祢的手是祢的能力复兴遍地 是祢的手是祢的能力 将生命树遍殖在全地 我奉耶稣基督命祝福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认识耶和华 认识神的名字 认识神的手、神的能力 让神的手、神的能力 复过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赐我们力量 起来、禁食、祷告 起来更加认识神 祝福每一个在神的面光下 我们都有平安 祝福我们在欧洲代土的 在欧洲走土的团队 都在神的面光下大有平安 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密室祷告的人 暗中的父必然上辞来 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密室祷告的人 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密室祷告的人